後面中這個地方呢是在這個台南的安南區安吉路與本源街口 可以看到呢這個直行的這個七機車才正要起步 沒想到下一秒 好可以看到有一部這個小貨車他是由這個安吉路左轉這個本源街 沒想到呢卻撞上直行的這個機車還把騎士給撞飛 那雙方呢發生這個交通事故 那這名這個肇事的這個駕駛呢是一名54歲的男子 那騎士呢是一名這個27歲的這個無姓男子 那這個騎士呢他是手腳都有擦傷 但是他是自行就醫沒有生命危險 那這個肇事駕駛呢也沒有受傷 雙方呢九側值都是零 那警方目前上次研判呢這個小貨車呢 這個左轉的時候沒有禮讓執行機車 那這個機車騎士呢其實也沒有注意車前的這個狀態 雙方呢在路口發生交通事故 但是後的這個責任賠償呢還有待進一步的來溝通